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儿媳妇都出来卖货了 你怎么不出来呀 哎哟 不了 不了 儿媳妇不让出去 我呢 等着铺子呢 哎 这几天生意可不错 你要不来可亏大了 亏就亏了吧 我已经答应儿媳妇了 我不能反悔 哎 老哥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有一表弟要结婚 请客得用好烟呢 我想跟你那儿进点烟 你那儿有没有啊 那我这儿有啊 您要什么牌子的 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 董灵 教委今天来听你的示范课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主任 我准备得挺充分的 好 教委很重视这次的示范课 好多老师都想上 我把这个机会给了你 你心里要有数 我有数 主任 谢谢您 一定要重视 好 我知道了 那我去了 好 老王 老哥 来了 来 坐这儿坐这儿 坐坐坐 您 您要的烟我都给您送来了 您烟烟货 老哥 太好了 我敲一下 加油了 太跑了 哎呦 快走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老兄 快点 您会儿了 啊 马上来 喂 你好 喂 你是左灵吗 哦 对我是 您是哪位 那个徐青山你认识吗 我认识那是我公公 怎么了 你先到我这儿来一下吧 出什么事了 来了 你知道了 灵灵 你别再生气了 我真的不是去摆烟的 是那个卖台灯的 他家有个亲戚要结婚 让我给他送点好烟 我就给他送去了 我真的不是去摆烟 爸 承认错误就那么难吗 您说您在家里答应的 我们好好的怎么说 变卦就变卦了呢 爸爸 我们现在都挺忙的 您别再给我们添乱了 行吗 求您了 我 我错了 行 那您快回家吧 我还得回学校呢 那 那你忙 主任 让他们听我下节课吧 不行了 不行了 我已经安排他们去听 关老师的课了 那我的课呢 可惜啊 这两位教委的 可是职呈委员会的 你说你什么时候有事不行 非得赶人在时候 我拧时刻掉链子 好 职员 好 职员 好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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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委来听我们示范课 全被你爸给搅和了 许安波 你知不知道 我为了这次示范课 我 我花了多长的时间啊 这下课好了 我现在出名了 整个我们教研组的老师 全都知道 左邻的公公摆地摊被抓了 你想没想过 我这脸往哪搁呀 该往哪搁 往哪搁 你还觉得挺光荣是吧 也不可耻啊 我爸也没偷也没抢 我早就跟你爸说过了 这不是小县城 这是北京 北京怎么了 在北京就得守北京的规矩 要想摆地摊 回你们老家摆去啊 一条街摆满你们家的地摊 都没人管 爱怎么摆怎么摆 摆就摆 你以为我稀罕这儿啊 学员波你不稀罕是吧 那你现在就走 走就走 有什么了不起 你 怨我怨我 怨我 这回的事情啊 都怨我 爸不怨您 玲玲就是回家看看他爸他妈 那很正常嘛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你让玲玲气气鼓鼓地 回他爸妈那去 是吧 你让人家怎么看我啊 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 胡说 韩伯啊 人家爸妈一直对咱们都很好 听我的 一会儿啊 你去把玲玲 接回来 我不去 让你去你就去嘛 爸 那女人闹点小脾气很正常 你不能管着她 你越管她她毛病越多 你这事闹了 那那个小脏货铺租下来没有 没呢 还在找呢 那你抓紧点啊 别那么拖拖拉拉的 哪那么容易啊 又想找便宜的又想找好的 我和安波现在那么忙 还找铺子 我说找铺子的事不靠谱啊 你看还没怎么着呢 就惹麻烦了吧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俩也别做这好人 也别让我做这恶人 安波他爸呀 这次是有点冒失 什么光冒失啊 就简直我就觉得不懂事 你就光想着自己 也不考虑考虑两个孩子 他们俩多累啊 你看看 还净办得让人心堵的事 姑娘 嗯 你呀劝劝他 让他赶紧回老家吧 你这北京那么大岁数 飘飘 就是能飘出什么来呀 不 这 安波他爸这刚到北京来 你去去就想让人家回去 那那那合适吗 咱们对人家别那么冷漠 咱们不能总想着自己这点 那想谁啊 我还想全人类 我想那么多 哎 哎 安波他爸这在外面摆着小地摊 从某种意义上说 那那 是不对啊 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 那不是一个人问题 谁的问题啊 你说 哎 这可北京市啊 到处都是这摆地摊的 为什么屡禁不止呢 啊 为什么啊 你说为什么 就因为啊 是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 是不是啊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社会问题 我去年不是写了一篇文章吗 啊 呼吁社会重视这个弱势群体 是吧 重视这个民生问题 北京啊 是有高楼大厦 但也有这个穷街露巷 啊 你说这些摆地摊的啊 哎 只要他合情合理 遵纪守法 那就应该给他们合理的安排一下 是不是啊 他只要不迈着假冒伪劣的 那不就行了吗 这不是 嗨嗨嗨 不是你你是谁啊 你说这些有用吗 他能解决女儿的问题吗 那怎么就解决不了啊 我是觉得像咱们这些人 就应该 应该统一个认识才对 认识 行行行行 你啊你就好好认识认识那菜吧 今天你买那豆腐可又有点馊了啊 不 我 我是在说 这个 立场问题 啊 您怎么扯上什么豆腐酸不酸了 真是的 我是觉得您那个立场啊 没那豆腐实在 啊 我和你妈好多问题都没法沟通 平时玩意儿不看书 对对 就像她说的还不看报 哎呀 有时候啊 连这街道的老娘们儿都不如 谁啊 啊 谁老娘们儿啊 嗯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赶紧睡觉吧 真不如 整个半个老爷们儿 你说什么啊你妈 哎 我刚才跟你说这些问题 你觉得对不对 爸 你别问我了行吗 我明天上课呢我睡了 早点睡啊 早点睡啊 这着急把你找来 实际上想跟你说个事儿 怎么了 啊 这不是该到还你钱的时候了吗 哎 可 可我这手里头这 没有钱呢 哼 就这事儿啊 那钱啊 不着急用 你也不用着急还我 哎 不是 哎 乐天 我实话实说了吧 哎 这买卖我不想干了 哎 这不正好下礼拜吗 初期到了 我就想卷布盖走人了 走人了 这买卖实在是不好干了 我也没钱还你了 这今天把你着急叫来 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 你看我这店里的货 再加上我那仓库里的 总共有十几万吧 我想着呢 是把这货给你 你拿着能卖就卖了 就当我还你钱了 你看成不成 这买卖 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了 我怎么卖出去啊 就是哥有你这么办事呢 不是 乐天天地良心 我真不是不想还你的钱 可我这几个月生意 忒差了 我连房租都没赚出来 你想想乐天 我这么大的铺子 十几万的货 我要是真能卖出去 那我能舍得料下这摊子不管吗 你先想看是不是这脸 哥 这钱是我们头看我面子借给你的 你倒好拍屁股做人了 你让我怎么做人呢 大头 这跟做人没什么关系 正海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这生意有这么难做吗 乐天 一句话 这买卖利太宝 租金一涨再涨 我扛不住 我真扛不住了 我算了一笔账啊 我再这么干下去 就干等着赔啊 干一天我赔一天 那你这市场里头 其他的店面也这样吗 其他的大的店面 还好说 人家资金雄厚啊 租金再涨 人家也扛着 可我这规模啊 你出去看看去 有一家算一家 那都得勒紧铺腰带干活 来吧 乐天 你要是为难 那就算了 我再找别家 我想别的车 你放心 你的钱 我一分不少地还你 不过这店 我死活不干了 别别别 你别着急 先别着急啊 那好嘞 安波啊 嗯 真好 多贵了那个买台的你啊 他一老乡走了 我把这铺子转让给我了 这下踏实了 这儿铺子不错 位置也不错 也不错啊 嗯 行了 行了 安波啊 嗯 嗯 从今儿开始我就住这儿了 住这儿 啊 那 那哪行啊 爸您看 这四面透风的哪能住人呢 您得回家住啊 这这怎么不行啊 挺好的 有吃有喝的 嗯 爸 咱又不是没家 您这是干什么呀 回家住啊 安波 记住了啊 那是你跟灵灵的家 我老在那蹭吃蹭喝的 让人家灵灵父母笑话 有什么可笑话的呀 爸 我的家就是您的家 您必须回家住啊 安波 结了婚 你就是男子汉大丈夫了 应该自立门户 懂吗 我不自立门户 您要不回家的话 我就在这儿陪着您 那不行 你这么磨磨唧唧的 真是 想什么样子 再说 这儿晚上也得有人守着 知道吧 回家 听话啊 我 我 我不回家 你看你 你 你 你怎么磨磨唧唧 你真讨厌 我跟你讲 走 走 我 我 我不走吧 您必须回家住 听我字 回家 回家 周老师 哎 您说点事儿 嗯 什么事儿 哎 周老师 听说屈三好生要评选了是吗 是 有这么回事儿 周老师 这娇娇呢也是您手培养起来的 这屈三好生的事儿吧 就麻烦你多多费心了 周老师妈妈是这样 这个三好学生的评选呀 得各科老师都投票 我呢也只能是有一票 您是班主任 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 一般的事儿呢 我也不好意思向您开口 可这事儿呢 牵扯到焦焦的前途问题 你看吧 考不上重点初中 就考不上重点高中 考不上重点高中呢 就考不上重点大学 这一环扣一环 你呢紧紧相连 周老师 你一定要帮个忙啊 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 但是这个事儿 真的不是我一个人 能说了算的 我确实是帮不上忙 焦焦呢 是班上的三好学生 是有机会的 可是这得看各科老师的投票 我明白 周老师 咱们俩的关系呢 就不用说了 可是别的人呢 我不了解 麻烦你呢 跟别的老师做做工作 你需要什么呢 尽管开口 焦焦妈妈 不是这个意思 曹老师 拜托拜托 谁让你是我妹妹呢 我呢就不客气了 就拜托您了 小学生评个三好 还能作弊啊 罗娇她家长太不像话了 反不我跟你说啊 以后别再让你爸 从那个罗娇娇她妈那儿进烟了 灵灵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这个罗娇娇她是真评不上三好 这我哪说了算呀 凭一个三好学生 首先班上所有的学生全要投票 各科老师也要投票 当然我有一个终审意见 那你这个终审意见作用大吗 当然大了 我是班主任呀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在想 你说这罗娇娇她真评不上三好学生 那她妈会不会怪你呀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不要求家长办事 不要求家长办事 这都是隐患 你谁知道以后她给你提出什么要求来呀 你别着急呀 今天这事是她妈妈主动要求的 又不是咱求她的 那结果是不是都一样啊 那当然不一样了 那怎么不一样啊 人家现在是不是已经提要求了 你知道什么叫吃人嘴短吗 那你怎么想呢 安波 我是一个老师 我不想干 自己瞧不起自己的事 行 老公支持你 咱以后不从他家长那儿进烟了 我爸爸那儿 我去说 吃饭 来 吃饭 妈 这是我水上收的钱 给您的 妈不要 你快拿着 你看 说是给您的吧 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 想怎么花呀 您就怎么花 妈都这么大岁数了 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 那也是给您的 必须收着 要不 妈先帮你收着 等你起媳妇的时候 妈再给你 那天啊 那水厂 真的要没了 真是要没了 人家那片规划 全都得拆迁 您看 我爸的债也还上了 这水厂的使命啊 也就算是完成了 咱们没什么遗憾 那倒是 乐天啊 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妈 我倒是啊 想听听您的高见 要我说呀 你还是回剧院去 当咱大艺术家去 回头我找着你们院领导 跟他好好说说 妈 这可不是什么高招 人不都说了吗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那 那你总得干点啥呀 这事 您让我好好想想 我好好想想 你这臭小子 我就知道 你呀死有主意 主任 什么事啊 是这样 你们班每年都是全年级第一 老婆好 我想你把这个荣誉 你让给别人一听 老婆好 老婆好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开玩笑啊 老婆你好 是这样 那个 驱三好学生的事 你们班落实得怎么样了 等着各科老师写评语呢 都汇集上来以后呢 我就写意见 好 你们班那个罗娇娇最近怎么样了 挺好的呀 这孩子呀很用功 嗯 罗娇娇这次作文比赛 进了全区前十名 嗯 你还真行 又培养了一个特长生 主要是这个孩子呀 爱写啊 挺聪明的 对了 周老师 有个事啊 我得给你吐个气 上周呢 我去去教委开会 教委的李主任呢 特意跟我提起罗娇娇 李主任 一开始呢我还挺纳闷 这个李主任 怎么会知道咱们罗娇娇呢 我的意思是 驱三好生的事 慎重 嗯 好了我没事了 你去忙吧 行 我知道了主任 嗯 你去忙吧 怎么着 霍天找我干吗 好长时间不见 想你了呗 想我干什么呀你 叔 什么事儿 带我吃个饭 我跟你好好聊聊 你这个点我得去见 接灵灵 老夫老妻还用天天借啊 你给灵灵打个电话 你跟我聊的没什么 不可告人的事儿吗 你以为我是你啊 那得了 那接上灵灵一块吃 走 合着我说你专车了我 你以为是你 你说你每天来学校 接你媳妇 这事儿有乐趣吗 当然有乐趣了 而且乐趣无穷 等你有了家就明白 这给我们家灵灵灵准备的 看起 这水场没了 打算干点什么呀 我这不正想的吗 也没琢磨明白呢 那你琢磨到什么程度了 我想干点 长远的 要不你给我出主意 我给你出主意啊 反正跟生老病死有关的 都长远 我等于没说嘛 怎么能等于没说呢 比如说我们家灵灵 老师就长远啊 你想 每年孩子都得出生吧 这一波一波一茬一茬的 它都得上学 都得受教育 跟孩子有关就长远了 实在不行 你来这学校当美术老师得了 为孩子工作 既长远又有意义 我走了 你去哪儿 你不是清不两口子吃饭吗 给他吧 你真当美术老师啊 要我说呀 那个罗娇娇的家长 肯定是给曲教委的人 打招呼 要不然那曲教委的人 怎么还能单独提一下 罗娇娇 你就提就提吧 还得专门让你知道 你别分析了行不行啊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要我说 罗娇娇要是差不多的话 你给谁不谁给 要不你干脆 干脆什么呀 我就这么一说嘛 那主意还不是你自己定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让我把这个曲三好 给罗娇娇啊 许文波你想什么呢 不是 你想 我爸他已经不在 罗娇娇家长那儿定烟了 你干嘛还压力这么大 为了这么一件事 你操这么多心值得吗 别说了 都快烦死了 不说了不说了 来来来 先碰一个 来来来来 我今天啊把你们叫来了 是为了告诉你们 我之前在你们按那几下 我不能白挨 我得找不回来 怎么着 乐天 找人是吧 跟哥说呀 你想怎么弄 不是找人 我是要建立一个组织 对对对对 咱们是应该找一帮人 要不然咱们在这个圈里头 很难地组 什么跟什么呀 我是要建立一个 专门做玩具的组织 一个让大家伙啊 能够赚到钱的组织 乐天 你这个组织 到底是什么组织啊 我分析过了 我之前的判断 还真就对了 你们之所以不赚钱 有很多的原因 可罪魁祸首 是因为中间的导手太多 一道转一道 你们这成本啊 就越来越高 可真正到你们手里的时候 哪还有空间 赚什么钱 我今天这个想法 说白了 就是要建立一个盈利模式 把咱们的品牌创意 后期制作 一直到后期的销售 全部给它联系起来 联系 怎么联系啊 其实道理很简单 咱们除设计 咱们提供原材料 找厂家制作 让他们免费给咱们代工 不 人家凭什么给咱们免费代工啊 有利益啊 他给咱们免费代工 等咱们东西卖出去了 咱们按利润给他们分成 保证比他们代工赚得多得多 有点门啊 等到了经销商那儿 也是一样的 您不用跟我这儿 花钱买玩具 您先拿走卖去 卖出去了 就从我这儿分利润 您价钱卖得越高 分得的利润就越多 这个道理都能明白吧 这样的好处 就是减少中间环节 咱一步到位 咱做得好了 大家一块儿吃肉喝酒 做得不好 咱一块儿喝西北风 涛儿 你这急事白咧的叫我们出来 就是为了说这些啊 是啊 重要的是让大家伙一块儿团结起来 咱众人食材火焰高啊 我都说完了 你们觉着怎么样啊 真海 你说说 说什么呀 我这儿还真没想明白呢 我觉得我已经把我的想法 说得够明白的了 但是在这个圈子里呢 我是门外汉 你们二位呢 资源多人脉广 得把你们资源联合起来 咱先做一把 老天 你说的吧不是没道理 不过行不行可真不好说 所以说咱得干一把呀 这样 我出钱 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 咱先把这事干起来 行 你出 我也出 就算配太子读书了 涛儿 我也支持你 我把这些年在水厂攒的工资 全都拿出来 成啊 真海 你怎么着啊 你不要撤了吗 真想这么灰溜溜的 就离开北京了 走之前不想拼一把 说不定能够起死回生呢 成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这名啊 我都想好了 就叫乐天玩具联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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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宝 媳妇 你把那个李懿是不是就是 家长在菜场卖菜的来的 嗯 那你选的对 我支持你 为你教 说实话 我还真挺犹豫的 可是想来想去吧 我就是不能干那个没良心的事 李懿呢 确实比罗娇娇更合适 我要是不选李懿的话 这心里过不去 媳妇 在这些方面你真比我强 那还了我她 那最后还真不一定选谁呢 反正就是我遇到这种事吧 我肯定会 比你更谨慎 更小心 更纠结 那不管怎么说吧 媳妇 咱呢 就是不能干那些 让咱心里过不去的事 干了 咱们的玩具联盟就算是正式成立了 当务之急呢 咱就得拓展业务 我呀 马上去趟广东 和那边的生产厂家联络一下 老吴 振海 市场那边你们俩熟 拓展经销商的工作可就交给你们了 老天 你放心 你 我马上海虽然没挣到钱 可我人缘混得好啊 这事交给我了 关键是要跟他们讲咱们的经营模式 让他们看到有利可图 老天啊 我跟你说 就咱们这经营模式 那明白人一听就懂 你不用死戏白脸去求他们 那一般人 咱还不带玩呢 那要是自己人才成 就是 必须得是这样 等咱们联盟做下来 在玩具市场 咱们就是老大 没错 我说 咱们做的这可是现代企业 不是拉帮接会儿当江湖老大 凡是啊 对咱们这个模式感兴趣的 不管他是谁 一律敞开大门欢迎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享资源 共享财富 这才是咱们做玩具联盟的意义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请进 主任 董老师 来来来 坐 主任 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最近是不是跟某些学生家长 走得太近了 有人可向学校反映 说你利用班主任的身份 接受学生家长的好处 而且还有一丁数啊 什么 这不可能 我相信你 但这件事情 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主任 我呢的确是从罗佼佼的家长那里 进过一些平价的香烟 你看看 事情就是处在这里 主任 我承认 这件事情罗佼佼的家长呢 是给我帮过忙 可是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价格付的钱呀 好了 咱们不说这件事了 学校 还是要维护你的名誉的 所以 学校决定 这次不追究你 你就当长个教训 追究我 追究我 追究我什么呀 主任 我再说一遍 我明确地跟学生家长说过 我只进平价的香烟 他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渠道 我没有占他任何便宜的 主任 我说了不再追究了 如果你一直揪着不放 那我可就说了啊 你难道没有暗示过学生家长 给你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吗 我发誓 我没有 你没有 你公公呢 难道你公公就没有利用你的身份 压低价格吗 主任 这怎么可能啊 我公公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我还是那句话 我愿意相信你 可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你就当长个教训 下回注意 主任你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会弄清楚的 原谅 别生气了啊 我能不生气吗 他们这么诬蔑我 还说什么有一定数额 这数额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这不明摆是吗 罗娇娇没凭上三号 肯定是他家长搞的鬼 我不管谁在搞鬼 反正我这儿没鬼 咱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这个事情我必须得弄清楚 你说我当这个班主任 我辛辛苦苦的我为了什么呀 咱必须搞清楚 现在就去找你爸 你爸那儿有经验的账单 灵灵 这个事算了吧 我凭什么算呀 我不能算 快走 灵灵 这每一次进的烟和价钱 都都在这儿登记着呢 你看 爸 你看 你再看看这个 这怎么回事啊这 怎么了 这前后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您从这儿进的烟 怎么可能这么低呢 是啊 爸 当时我进的时候也觉得低 我问他们 他们说这是凭价烟 就这个价钱 爸 您就不会想想啊 那一条烟的利润可能这么高吗 您从哪儿都进不了这个价呀 怪不得人家都说 说我收好处 闹了半天 您从这儿收人家好处啊 灵灵 我没有收人家好处 爸您这就是变相地在收人家好处 您这不就是伸手跟人家要钱吗 灵灵 你说什么呢 我爸她不知道 她怎么可能知道呢 爸您真的不知道吗 您就真的不觉得这个价格低得离谱吗 您不会想想啊 灵灵 你别说了别说了 爸您怎么就这么糊涂呢 我知道您想多赚点 这我理解 可是您总得想想我们吧 您说您这样收学生家长的好处 那我以后怎么做老师啊 我以后还怎么教学生做人啊 爸 左梁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我爸他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就不知道呢 你爸他是三岁小孩吗 我出去 我出去吧 我凭什么出去 我偏要说明白 爸 到底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您心里最清楚 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行吗 爸 爸 你小子昏头了你 爸 你太不像话了 这这这玄波要干什么呀他 别别是他爸爸做错了吗 怎么着他应该道歉 为什么要打人呢 他爸爸这么大岁小子去干嘛呀这是啊 光想着占便宜 你说说这便宜 他就不想想那便宜 谁让你这么白占呢 揣着明白装糊涂嘛 老师我跟你说啊 我就觉得一家人有问题 不像话 你个混小子 老话说得好 当面叫此背后殉妻 你倒好 当着我的面打了你媳妇 你让玲玲那张脸忘点儿个 啥都不说了 赶快到玲玲家 给人赔礼道前去 不缺 缺不缺你啊 你说以前吧 以前吧 他们做了那个牺牲 什么不得体的事呢 我总是觉得啊 那个他们家可能是因为困难 这不容易 不管我嘴上怎么说 可是呢 我我我心里呢 我还是挺想着他们的 你看看 你看看 给孩子来这么一出 是 老子我跟你说啊 他们家不光缺钱 缺教养 行了行了行了 你看 哎呀别哭了 我求你求钱 你这个 你说说你 你说说你 人家玲玲嘛 不就是说了我几句嘛 我还需要你护着我 糊涂啊你 爸 她说你说得太难听了 难听怎么了 她在气头上 说几句难听话有什么了不起 你 你动手打了她 你生的不是零零一个人 你生的是他们全家人 去不去 爸 你让我安静会儿 我不是跟你说的 事实话 你怎样 司会儿 我不是故意 你自己说的 是自国的 人家的 我拥了 刚才 знаешь 你 你 这就是 两个人 两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